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开后 中共当局将如何定罪薄熙来 海内外人士都在观望 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在一场反腐会议上讲话 他与待坚定的表示将严厉查处薄熙来 而北京时政观察人士话颇认为 习近平上任想要立威必杀薄熙来 薄熙来未来的命运到底如何 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10月8日中共喉舌新华网报道 贺国强在一次所谓反腐败的会议上表示 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公立案64万多件 结案63万多件 其中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恒等 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 贺国强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他还说对腐败分子不管涉及到谁 坚决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绝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惩处 从贺国强的讲话回放前深圳市长许宗恒受惠案 法院去年认定许宗恒受贿总额3000多万元人民币 一审判处许宗恒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然而薄熙来事件爆发后 日本朝日新闻4号引述中共当局内部文件指称 薄加海外存款接近60亿美元 因此华坡认为当局如果只是按照腐败问题定罪薄熙来 薄熙来也极有可能被判死刑 华坡分析 中共中央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已经不得不靠杀人了 所杀者的官位也越来越高 华坡在一篇评论中提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共中央判局级官员死刑 2000年的胡长青被判死刑 开了省部级官员被杀的先例 同年程克杰被判死刑 又首开中央委员被杀的先河 可以肯定薄熙来会成为政治局委员被判死刑的第一人 而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认为 从薄熙来迫害法轮功 涉嫌大连空难 打击政敌等杀人罪证来看 应该判处薄熙来死刑 立即执行 但是由于薄熙来还涉及周永康 江泽民等后台人物的犯罪 薄熙来也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美国媒体今年上半年在中共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 曝光了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移江美领馆有关薄熙来和周永康的黑材料 其中提到 薄熙计划联手发动政变最终废掉在18大新街班掌权的习近平 华珀指出 救薄熙来这项谋反罪已经是一个必杀的罪名 不过刘英权表示 即使解决了薄熙来全部的罪行 还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今天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刘英权说 只有彻底改变中共这个体制 中国才有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情況 见对视频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达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